常念为经,常数为典 为你导出前人的道德梦想与生活智慧 朱兆章与你解救经典 解救经典主持朱兆章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解救经典 我们今天解救经典去到第39集 继续和大家介绍论语中的重要章节 在介绍重要章节之前 就会和大家讲一下姓孔的名人 有朋友问到之前介绍的 那么多位姓孔的名人 都好像文质彬彬 有文自然令我们想起没有 究竟有没有另外一些姓孔的名人 是和没有的那边有关的 打功夫的我就想不到 一时间就想起体坛名将孔令辉 孔令辉就是黑龙江哈尔滨人 他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打乒乓球 1986年就进入省队 1988年就进入国清队 1991年就入选国家队 历年来在国际兵联公布的 世界蓝单的排名里面 他都是排在最前面的位置 可以说是世界杯、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大满冠冠军得主 孔令辉的乒乓球的打法或者他的叫波露 属于典型传统直拍快弓 又结合了欧洲横拍进攻的特别的打法 是一种混合的打法 他的球感非常之好 击出的球球速也非常之高 善打多回合的 非常够韩力 能够在相似的局面之中偷习变线 整体技术非常全面 孔令辉退役后就在国家队出任女队的教练 孔令辉是中国乒乓球界的一座里程碑 他曾经拿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是横板进攻打法的蓝单冠军 他有和大家熟悉的刘国梁先生 一起开启了中国男子兵坛的双子星时代 总共奪得过11个世界冠军 在1995年的第43届冰冰赛上 年仅20岁的孔令辉 当时奪得蓝单的冠军 登上了他运动生涯的第一个巅峰 此后五年孔令辉和刘国梁 并肩挑起了中国队的大梁 两个人不单止在团体赛上频频立下战功 更加在单打各组赛之中各首半驱 并且在双打项目之中默契也有很好的配合 成为了当今世界冰坛上最有战斗力的一对搭档 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孔令辉一路过关斩仗 在决赛之中战胜了他的老对手 阿尔德内尔 奪得了男子丹打的金牌 并且与刘国梁合作奪得蓝商的银牌 再次登上了他在体育事业上的另一个高峰 他对中国乒乓球团最大的贡献 开创了中国式的横板的打法 他的成功也影响了一代人 继续之后有大家熟悉的黄励琴 刘国正等人不断涌现 中国横板人才背出已经成为了 今日中国国家队的主流打法 甚至横板的打法或者高超的技术 与欧洲横拍相比已经有后来居上之势 因此可以这么说 孔令辉是真的开创了另外一个时代 我们接着来就分析论语里面的经文 我们就分析两条的经文 我们今次两条经文就一起将它朗读 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这两条的经文都是涉及原则 以及涉及坚持原则的问题 或者我们先听听这两条经文朗读的部分 我们刚才听到两条经文 第一条就讲到三军夺岁又讲到匹夫之治 在经文里面的三军 其实每一军就大概是指一万二千五百人 所以三军就将是乘三 所以那个军队的人数都非常之多 一般来说 在古书里面说三军就未必是指实数 往往三军其实就是包括大国 就是指一些有规模的国家 去国家里面所拥有的所有的军队的意思 这里就是指军队人数众多 而经文里面提到匹夫 匹夫就是指平民百姓 一般主要就是指男子 这一段经文里面 如果我们用白话去到转译 意思就是说 孔夫子曾经这样讲过 他说一个国家的军队可以夺去他的主税 但是一个男子汉 他的内在的志向 是不能够强迫而加以改变的 理想这个词或者这个用语 在孔子当时就不叫理想 往往就会称为智 就是经文里面的匹夫不可夺智的智 这个智或者我们用今天的说话说 所谓理想 其实就是人的志向 志气甚至乎可以看成是原则 经文里面讲到匹夫不可夺智 正正就是反映出孔子对于智的高度重视 甚至是将智和三君之税来到相比 对于一个人来说 他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或者是原则 每个人都是无权 也都没有可能是侵犯而加以将他改变 作为个人应该维护自己的尊严 怎样保持自己的原则而改变 这段经文里面讲就是说孔子曾经说 到了寒冷的季节的时候 才知道松柏原来是最后丢借的 碎寒然后之松柏之后丢也 这句话今天都变成了可能是成语 甚至乎是言语俗语 大家都经常挂在口头 孔子认为人是要有骨气的 作为有远大志向的君子 用回孔夫子的话 经常都说君子就要有德行 如果是有远大志向 有操守的君子 应该又要像什么呢 就是要像经文里面所说的松柏一样 是不会随波逐流的 而且君子应该能够经受得起 各种各样的严峻的考验 孔子的话可以说是言语就很简洁 但是寓意就非常之深刻 值得我们再进一步深入去思考 我们刚才说匹夫就不可夺置 究竟历史上面有没有一些类似的例子呢 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想引申发挥 我想起我曾经读过一个故事 关于秦皇和安宁君的故事 话说当时秦皇就派使者去到魏国 就和安宁君就讲诉了 他当时提出的条件就说 我秦是大国 我的国家大过你 我现在就想用方圆500里的土地 来换取安宁这个城池 安宁其实当时只有50里的地方 非常之小的一个城池 他就想着我用500里的地方 即所谓利友 希望换取安宁这个地方 其实安宁可以说是魏国一个很重要的城池 或者是中心地 绝对就没可能是以地亦地来交换 当时秦皇提出了这个无理的要求 安宁君因为国家少 所以就很远转地拒绝 秦皇你私家因为以小地来作为这么有价值 你居然用500里的地方 来换取这么小的城池 他说非常之好 但是我这50里的地是由先皇那里承计回来的 他说即使再多的利益 我都不会将它换 秦皇听到之后 发现自己的奸计不得逞 所以就很不高兴 就想发兵攻打魏国 当时安宁君因此派大使唐衰出使秦国 秦皇当时就对唐衰说 他说我拿500里的土地换取安宁 他说安宁君居然不答应我 他说是什么原因呢 他说秦国消灭了韩国等等的地方 只有安宁君凭着50里的土地 是继续可以生存下来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敬重安宁君是一个忠厚长者 他说真的没有想过 他没有将我放在心上 也都不答应我这个这么好的条件 当时唐衰就说 他说其实不是这样的 他说只不过安宁君的这个地方 安宁这个城池 是由他先王手上承计下来的 他必须要保有这个地方 即使是一千里地 都是不会换的 说到这里 即是谈判就决裂了 秦皇就拨言大怒 就对唐衰说 他说你有没有听过天子之路是什么呢 唐衰就说 没有啊 什么叫天子之路呢 秦皇就说天子之路可以是伏思百万血流千里 意思就是如果不答应的话 就要大动干戈了 当时唐衰就回答他了 他说大王你又没有听过什么叫平民之路啊 他说所谓平民之路 他说伏思二人血流五步 则天下高嫂今日是也 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我虽然我没有你的军队那么多 但我今天在你面前 也都可以用行刺的手段 将秦皇你杀了 他说秦国一旦是没有了君主的话 秦国自然就大乱了 他说这个就是所谓平民之路 讲完之后 真的拔出剑 就站起身 就作行刺之状 秦皇见到之后 很害怕 立刻就向唐衰就道歉了 他说先生请坐 他说何必要这样呢 他说我现在出之明白了 他说为什么安宁军 可以凭住一个这么小的地方 一直到现在都不灭亡呢 不是因为别的原因 而是因为有唐衰先生你在里 唐衰的浩然正气 和他的慷慨陈词 令到他流方百世 我们刚才都讲他的故事 他在论辩的时候 那种气势 可以说是完全压倒了 娇狂的秦皇 他这种仗义执言 其实就是借助道意 或者原则的力量 传播着的一种 可以说是勇气和正义的信息 令一切理由和威逼 都相迎见绝 他赋予了他那一场辩论 有一种正义林言的人格魅力 并且将宣传真理和弘扬正义 也融为一体 令到人内在的本质精神 得到很大的弘扬 令到个人的个性 风采和精神世界 也得到了展示 我们刚才历史事件 看到唐衰不畏强权 灭视权贵 敢于与专制暴君抗争的 这种正义之气或者精神 就与他那种三军可夺碎 匹夫不可夺治的 那种不屈服的精神 可以说是有绝大关系 这种精神令到他的人格 显得更加伟大 令到他所说的那番辩论言辞 显得更有说服力 解救经典 主持朱兆章 我们讲到第二段经文 又讲到碎寒 然后之重拍之后丢 其实天气冻 这只不过是一个比喻 背后讲的都是人生的试练 人生如果没有遇到大的试练 又怎知道自己能不能够 真正坚守自己的原则 话说明太祖朱元璋死了之后 皇太孙就位帝继位 位帝当时听从了兵部尚书的 削凡建议 当时驻守不平的燕王朱棣之道 就怕影响自己的势力 所以就成势起兵 就以清军则作为借口 发动了静烂的兵变或者战役 徽军南下 而位帝也不甘事远 也派兵北伐 当时讨伐燕王的诏书和核文 都是出自一位明满天下的读书人之手 这位明满天下的读书人 就是我们接着要讲的主角方孝瑜 当时方孝瑜已经是明文天下的第一大余 极有学问 也是为人非常正直的 方孝瑜的学识和品德 可以说是四海清众 大家都知道的了 朱棣起兵的时候 他的谋士姚广孝 曾经对朱棣说 他说成破之日 方孝瑜一定不会向你投降 他说他虽然不会向你投降 但希望你千万不要杀他 你一杀了他的话 天下读书之种就会灭绝了 所以看到方孝瑜在当时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 是非常之高的 当时朱棣就点头答应了 其实老实说 朱棣也有意借用方孝瑜的威信和个人的声望 来收买人心 所以当燕军攻破了南京之后 朱棣就多次派人去到监狱里面 向方孝瑜招行 希望由他亲笔来赞写新皇帝职位的诏书 以求收买人心 但极有原则的方孝瑜当然坚决不从 朱棣又派方孝瑜的学生 廖庸、廖明两个人前去展开游说 反而被方孝瑜痛斥一番 最后朱棣就强行派人压戒方孝瑜上殿 方孝瑜披码大孝去见朱棣 而且在大殿里面大哭 朱棣上前就假意安慰方孝瑜 就告诉他 其实你忠心于的那位位位帝都已经死了 其实当时是失踪 他就说位帝已经死了 并且就劝方孝瑜辅助自己职帝位 就好像当年周公辅助成王一样 但是方孝瑜就很恶地质问朱棣 他说如果是位帝死了的话 为什么你不立位帝的儿子 或者位帝的弟弟作为君主 而要自己去做君主呢 因为朱棣与当时的辈分来说 就是位帝的叔叔 当时朱棣无可奈何 亦都持穷理屈 只好叫人将这个纸和笔 就摆向方孝瑜前面 就强迫方孝瑜写这个诏书 方孝瑜接过纸笔 只是在纸上写了 烟冊散为死的字 再把笔扔回给他 就骂他 他说死即死矣 召不可草 可以见到方孝瑜为人 真是非常刚毅正直 朱棣见到方孝瑜灵死不屈 立即威胁他 他说你自己不怕死 但是你顾不顾你狗族人的性命 方孝瑜反驳他 他说如果你诛我狗族的话 没有所谓 诛十族也无防 朱棣非常生气 命人真的将方孝瑜来惩罚 将他的嘴尾割开 非常残忍 虽然方孝瑜满口也是血 但仍然忍着痛 继续来教训 来骂朱棣 朱棣于是大肆搜捕方孝瑜的亲属 还包括方孝瑜的门生和朋友 即所谓第十族 在方孝瑜的面前一一杀害 朱棣被杀的人多达873人 而方孝瑜也被腰斩于南京罪堡门外 方孝瑜的弟弟 方孝瑜在被杀的时候 方孝瑜看着自己弟弟就快死了 都流下眼泪 当时方孝瑜跟哥哥说 他说 方孝瑜忍着悲痛 始终都没屈服 都没写这个召书 林行盈的时候 他就这么说 天降乱离系 属之其由 三光亦为系 四为不收 不欲相残系 至亲为受 奸臣得计系谋国用游 终臣发奋系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系 亦有何求 孤父哀哉 恕不我游 以此表达出 他忠于为帝的这一点的气节 方孝瑜最后就被腰斩 处死在南京罪堡门外 传说他被腰斩之后 一时间不死得 方孝瑜还以这个手肘 撑着地下来扒行 以手来尖血 在地上连书十二个半的散位 散字表达出自己的那种不愤之情 才断气 方孝瑜死了之后 没人够胆收尸 他的同门 就是师兄弟 戴德怡 苦思痛哭 还绝食三入 当时有诗这样说 他说 臣疑生死缺衰如 惟国灵连家瑜区 继致情恩 愧力短 承先念切 御时瑜 关山肉断春秋淚 骨肉长昏 南北区 手扎为今无伏手 遼憑风雨 溢桑雨 我们说 碎汗凉凉 重拍后雕 方孝瑜 真是当之无愧 经典分享 诗词共赏 又到了经典分享 诗词共赏的时候 今天跟大家读一首五律 这首五律 这个诗人就姓道 那姓道究竟是谁呢 或者稍后再和你们讲 我们现在先听听 朗读诗词的部分 我们刚才听到朗读词的内容 这首诗其实都是挺好的诗 写得非常之合规矩 而且表达感情 亦都非常之含蓄 很感人 我们先介绍一下 写这首诗的诗人 诗人就姓道 就是道审言 不是道府 不过他和道府有很密切的关系 稍后再讲一下 道审言大概就是公元的645至708年的人 自必简 组织商阳 后来千居 去到河南的拱院 还有李较 崔荣 桑未导等人齐名 称为文章四友 道审言原来就是大家熟悉的 私姓道府的祖父 他原本就有斯文集 但是后来就散失了 去到明代的时候 有人重緝 緝了就是道审言集 有兴趣大家都可以去翻一翻查查材料 刚才听到的那首诗 诗题就叫《和晋宁六成早春游望》 我们先略作解释一下 诗题之中的晋宁其实就是棍名 大概就是今天的江苏的常州市 唐代属于江南东道的毗宁棍 而诗题中提到的《六成》 其实就是作者的朋友 他的生平事迹就不长了 没办法找到更多的资料 他当时应该就是做《晋宁棍》的郡城 《早春游望》应该就是《六成》所作的诗 而我们刚才听到朗读的部分 其实就是杜审言的和作 大约在武则天的永昌元年 即公元的689年前后 杜审言就在江音苑任职 和《六成》可以说是同郡伦园的朋友 他们同游唱和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 整首诗大概的意思就是 唯独那些远离故土 患游他乡的人 对自然界不同季节的变化 会容易特别敏感 容易特别感到新奇 譬如诗里面所说 清晨的太阳由东边海上升起 这些云气就在朝阳的照耀之下 霞光灿烂 劝丽多彩 早春的江南梅花在枝头那里 已经开放了 春意由江南漸渐渐移到江北 阳楼也已经套出了新芽 清新和和暖的空气和风 也都趁着黄银的叫声 一路一路传到诗人的身边和耳边 阳光也都将生在浅水之中的那些水草植物 影照变成了绿色 在这个时候 诗人忽然听到好朋友六成淫诗 就大有古调之意 即是临尾那句忽闻歌古调 而引起了诗人的一些感慨 也都流下了眼泪来 前人也很欣赏这一首诗 在唐诗三百首里面都有收到 但前人欣赏这一首诗 往往就比较偏爱 就是头尾那两段 而忽略了中间那两段 写景的部分 其实这个作品 构诗是整个完整而且独创的 《喜》和《杰》这两段 固然是写得别致 而且表达有力 但如果没有了中间那两段写景的部分 即是所谓独特的描写的写景的部分 整首诗表达的意思又没有那么丰满 也都没有那么连贯 情趣也都没有那么深厚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首诗的精彩之处 反而可能正正在中间那两段都不定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杜审言的一个作品 以及一些论语的章节 下一次我们都会就着论语里面的 另外一些章节 跟大家做更深入的分享和分析 有兴趣的听众 记住收听下一集的解构经典 拜拜 解构经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